What's Up Music 兴奋 期待 因为也是带着你的手装的个人专辑 要到好多的电台 跟好多的DJ哥哥姐姐们来聊天了 还是想要来推荐一下自己的新专辑 因为这个哥哥不入呢 也筹备了一年多 在最近终于上线 算一算 今天22号也都快要一个月了 对不对 28号有记者会 然后正式的上线 这一段时间 你感觉到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一样是表演的工作 但是是为了你自己solo的作品 然后要到每个媒体当中 去推荐也好啦 或是去分享也好 这一次感觉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会是 好像在介绍自己 就可能大家好 我是陈立农 这是我们从出道到现在 一直在做的工作 那为什么这个感觉有所不同 原因是因为这张专辑呢 就好像我目前 从出道到现在人生的一个展览 它是一个写照 所以呢 感觉好像 不需要告诉你 我是谁叫什么名字 用音乐就可以让你来认识我 但现在也就是自己的solo的舞台 而且这些歌曲 也都是你们精心打造的 就第一张成绩单 要交出来的时候 那也有一种充满兴奋的心情吧 紧张跟兴奋的百分比 你觉得是多少多少 这样子 你说把东西给大家看 对啊 紧张跟兴奋的百分比吗 我觉得紧张可能会少一点 对可能会是兴奋吧 兴奋会多一点 就是还是蛮期待大家说 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 到底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你也不是第一次到录音室唱歌 在之前也有八首还是九首的一个单曲了 那其实也都可以再发一张专辑了 对不对 那个数量的话 可是这一次是完全要针对你的音乐的属性 或者是整个企划的团队 要给你一些角色的设定也好 一个方向 当你听到公司 第一次很正式的告诉你说 我们要来开始了 要来做你自己的专辑的时候 你还记得那个画面吗 在什么样的场合 是安迪哥的办公室吗 还是怎么样子的时候 你知道这一步 要开始了 好久好久之前 真的已经忘记了 一切感觉来的都还蛮突然的 就不知不觉就已经在轨道上了 原因是因为我们工作的方式比较是提前筹备 就比方说 这张专辑制作的过程 可能已经开始在做了 我还不知道 原因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些demo上面的 会去收一些demo 就是这个风格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做等等的 就已经开始在做了 然后老板每天 老板每天在车上已经开始在放这些音乐 然后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已经不知道 原来这些东西已经要成为我专辑里面的一部分 但你有听到那些demo吗 他放给你听的时候 对那我已经开始开始投入了嘛 说这个大概是怎么样 我喜欢的或是说我可以怎么唱等等的 结果弄一弄就专辑一步一步就往上打 到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不晓得啦 但一步一步之后你就知道 原来已经进入专辑的制作的期间了 所以一年多其实一下就过去了 所以你的选歌会议的那个空间 可能是在老板的车子上耶 他放给你听你觉得有感觉 然后或者是说这首歌你有喜欢的时候 你们的一些互动或是一些言语 就会成为这首歌是OK留下来 通常都是在比方说保姆车上 然后上下班的过程 然后就会放这些音乐 然后我们彼此的这个看法想法 就会在那个时候互相的去这个接受啊 或者是说有排斥等等的 所以才会花这么久时间来去打造这张专辑吧 这个空间很棒耶 你不觉得在那个车子里面 某种程度很私密 某种程度就是你和这些伙伴或老板们 那这些音乐可以让你在 这一个不算大的空间 继续的听着下去 就代表他们一定要有触动到你 或者是你要真心喜欢啊 是 对没错这是这是对的 有一些音乐它不是每个场合都可以听 那其实我的个性比较偏向是 夜行性吗 我所谓的夜行性不是 不是这个 只在晚上有活力的那种夜行性 那是夜猫啦 我的夜行性是属于 感觉好像喜欢这个世界的晚上多一点 就是当天色这样子渐渐的暗下来之后你会觉得你的能量好像开始要这样子累积上了吗 不是能量是那个心情感觉被安抚 或者是说有种忧郁 但你好像又沉浸在那种忧郁里面 所以在格格不入专辑里面有好多好多这种类似的歌曲 就适合晚上听的 你觉得适合晚上一个人这样子比较单人听还是有些人会喜欢比较多人一起欣赏 就是你可以一个人孤独你也可以大家一起孤独 就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感觉 但大方向都是一样 比方说孤独 很sad之类的 那这种感觉就很棒 就每个人自己去对号入座找到自己这个适合的空间 看你是几号 对啊 所以就不会格格不入啊 我们就找到我们自己所喜欢的那个位置 舒服的感觉 我们就坐下去了啊 对还是挺好的 哦好 所以在我们在听新歌之前 你刚刚说了这个以歌手的身份 然后让各个的媒体来去分享 这也是一个很新的尝试 不同的舞台 如果曾经有唱歌或跳过 但歌手你知道 要面临的一个考验就是 同样的话会说重复的很多次 你是说对于歌曲的解释吗 当然 所以来吧 我们在听歌之前的这一个 万年考古题 毕竟我也要把你的专辑推荐给大家嘛 那如果再看我们这个影片的 所有的农堂们就稍微忍耐一下 我要问了 请问这张专辑为什么叫格格不入呢 这很重要吧 这很重要吧 这个推广一张专辑的时候很重要吧 但你到底说了第几次了 我看那个时候记者会要说一次 好多次了 鲁鲁那时候也要说一次嘛 光那一天你就说了好多次了 但不同的地方 要有不同的 每个观众习惯听的电台等等 好好来 属于pop radio版本的介绍 为什么这样叫格格不入呢 pop radio版本不会不同啦 介绍内容不会不同 嗯 ok 好啦为什么叫格格不入就是 刚刚说的嘛 它是我的人生写照 目前要出到经历 经历到现在为止的一个感觉 那当然现在可能自己觉得自己 在这个演艺事业 慢慢踏上脚步 一步一脚印这样 比较踏实这样 那么在之前呢就会感觉 每个人在人生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候 嗯 比方说君强哥刚刚开始当DJ的时候 嗯哼 你一定也会觉得说 哇好难哦 或者是说你你你不太习惯 这不是你之前在做的事情 对 刚入行的时候嘛 嗯 但但是你现在还是这样子 就是一路这样子过来 然后现在这么的专业 很会跟这个艺人朋友互动这样子 那这当中是为了什么 其实还是为了要生活嘛 嗯 对不对 为了要生活 所以你逼着自己 我一定要这样子 哎你会修辞耶 你会说生活 你刚才问我的时候就说 为了赚钱 哈哈哈哈 不是这个 开玩笑啦 我懂你的意思嘛 闹了一下 可是你说的很棒 就是我们人都会有一些 棱角需要去磨合 或者是为了 就算是你的理想 你也需要去磨合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有很多的 感觉被很挫败 但是你还是会走过来 嗯哼 那那个时候 你就感觉自己格格不入 我不会做DJ 但我还是来做DJ了 可能我因为喜欢 对 所以这个格格不入 对我来说其实很重要 嗯 也是一个鼓励的过程 鼓励自己的过程哦 我们就来听 What's up music 陈立农今天带着他 全新的专辑 也是首张个人的 搜了作品呢 来到了军昌 我的Whats up music 但我特别要帮你秀一下 这个封面 很重要哦 因为你是数位先发 这真的时代都不一样了耶 以前我们喜欢某一位歌手的时候 是实体嘛 就是可能五点多 五点多下课之后 冲去唱片行 就把这个给他 买下来嘛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现在属于你的粉丝朋友们的话 真的就是网路所有的新世代朋友们 但是实体我也会发哦 嗯 对啊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我的实体 嗯 期待一下 但是首发的数位版本 就是有这样子一个专辑的封面 以及我要问 虽然不是到唱片行去 冲进去买了 但那个时候 二十三点五十九分 要跨越到零点零分的时候 你有没有跟其他所有的 你的粉丝一样 也等在那边 划你的手机 即便那些歌曲 你都已经熟到不行了 但以一种 看到自己的产品 也是上线 也是上架了这样子的心情 其实还蛮紧张的耶 就虽然说 感觉自己 你现在慢慢往这个歌手音乐人迈进 但这个作品上线呢 又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商人 哦 对啊 因为你卖有这个销售成绩嘛 嗯 那这个成绩好与不好 就其实取决于你的这个作品的这个质量 嗯 好不好嘛 所以其实又有一种当音乐人 又有一种当这个 当这个商人的感觉 嗯 那这个销售到底好与不好 KPI有没有到 都 你要那么紧张啊 你歌唱完就好了 你KPI三个字都从你的嘴巴里面说出来了 不要紧张 你就是享受这个舞台啊 就跟你每次参加了很多的那个 关卡或是比赛的时候 一样享受嘛 重要的真的是 这个音乐到底给听众 有没有带来效果 嗯 就是因为其实不只是音乐 对 包括我自己有幸出道之后 我当艺人之后 我其实很明确为什么我要存在 就是到底我我我我现在上综艺 嗯 我现在演戏 我现在唱唱歌 我都是为了让大家可以从听觉或者是视觉上 嗯 你可以得到这些东西 比方说我唱歌的时候 是一首难过的歌 你现在需要难过 那我就会让你难过 哦 那你现在需要开心 你就听我开心的歌 我就会让你开心 嗯 它是一种很奇妙的交流 就算说我不认识你 但我可以感觉 嗯 去治愈你的心 在你需要什么时候 我可以给你 你很清楚自己每一次上台的任务 对 哦 从演电影 或是从以前的综艺的节目 到现在 很多更贴近的故事 你知道这一次 你对着镜头或是对着拿着麦克风 你知道你要完成什么样子的一个 我觉得是情感的交流跟互动 对 就很奇妙 嗯 就我跟你不认识 嗯 但是我可以透过我的歌曲 让你被感动 对 哦 这就是音乐的魔法跟魔力啊 就像啦啦 徐家英那天也讲啊 可能第一次看到你 跟第一次听到你的歌声 哦 这也不一样 他也许会有他想象的 陈丽诺的样子 对不对 可是到后来 来到录音室里面 那个很清晰的耳机 就好像你在他旁边这样子 对 唱歌的时候 尤其你们都是音乐人 要唱歌的人 那种情感应该更细腻 会发现到那些 是是是 一些不同 会有一些不同 嗯 他后来有在跟你多分享说 他其实原来想的陈丽诺 跟唱完歌拍完MV的陈丽诺 当然他私底下也是 是这样子跟我讲的 嗯 就是会觉得说 啊 可能有个就是刻板印象吧 嗯 就觉得说 偶像可能就是比较帅啊 然后比较 比较光鲜亮丽 然后会跳舞 嗯 很会展现自己的个人魅力 但没有想到说 噢 声音的部分也可以有 有让他有感觉吧 嗯 有所感触这样子 而且你也很大胆啊 也跟我们的金曲歌后 要一起来演唱 对不对 在首张专辑 而且很重要的主打单曲当中 就邀请他 要一起来诠释 也是情感要非常强烈又浓郁的歌曲 会有压力哦 会有压力吗 对啊 因为这姐姐是这个歌后嘛 嗯 对 所以跟他合作势必 第一个我当然觉得很幸福很幸运 原因是因为哦不是说你刚刚出道或者是说你怎么样 你就可以有这样的呃这个运气 嗯 资源可以碰上啦啦姐 可以跟他有合作 所以第一个虽然说有压力 但是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学习非常好的机会 嗯 对 所以这个一无所知呈现出来就很棒 而且他也很多那种新人的开始的紧张 不知所措或者到现在 诶可能嫁亲就收也好多可以分享 每个人都是这样子一步一步这样子 嗯 走过来的啊 哦 应该借他的金曲奖摸一摸一下 他那天出来送你三堂的蛋糕之外哦 嗯 跟比尔教导演讲一下嘛 家里的那一作借你来沾沾他的喜庆 他也是从新人奖开始哦 嗯 然后一录的到现在是金曲歌后 好厉害 期待啦 期待哦 其实其实 没有邀请他来不是为了 哈哈哈哈 其实是为了沾他的运气 是啊 就是他都带了一个好棒的金曲奖的翻堂蛋糕嘛 对 但我发现到你们两个人也是 弃音派的唱法那首歌 他以前的气音就很厉害 就是他到底要不要用力 可是你们必须要唱出情感跟 跟那个key 其实是有key的耶 你们这首歌曲 哇 有的拼 我觉得有的拼 精彩 这首歌其实当初做一个初简版本 就是我们两个都录完了嘛 嗯 那肯定制作人啊 或者说公司的工作人员啊 环球的同事啊 一定会先听初简吧 嗯嗯 那他们听初简的时候就觉得说 哇 两个人的声音怎么这么 这么契合 嗯嗯 就是感觉声音是属于同一派的 嗯 对 那其实也要归功于剑琪老师 陈剑琪老师 原因是因为他把这方面的我引导出来 啊 对 那其实 让我学起来之后 这个东西就是我的 嗯 所以这次不管是制作人啊 还是说 跟这个资深的前辈艺人合作 对我来说都是 可以快速的 就是吸取他们的精华 对 你是一个超级的海绵 对 就是海绵 海绵宝宝 海绵 每一个派别的老师 有些是比较跳动的 热情的 对 那有些就是这样子 知青系列的 每个人在帮你打造的时候 你就会变成 就全方位吸收 对 或者你也像水耶 他们就像一个容器 当他们怎么样子的一个 形态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 就把它倒进去就变那个 对 是李小龙吗 你不错哦 有哦 你有发落到这个 李小龙是这样说的 对 所以你也是水 所以你喜欢水 多一点还是海绵宝宝多一点 我们刚刚那个比喻的话 你是海绵好 我小时候是看海绵宝宝长大的 对啊 但是水又是很重要 就像今天现在有一贯 水又不能没有水 所以它们还是同时存在吧 好 我们就来看看 听听和许佳寅的合作 哇 两个人都是用 弃音派的这样子的唱法 然后呢 在陈建奇的打造之下 多么动人的一首歌曲 来 陈灵龙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What's up music 今天晚上 What's up music 我们的新热点 有它在的话 我相信那个音乐的能量 就散发出来的话呢 应该不是4G了吧 5G 6G了吧 好厉害的陈立农 嗨农农欢迎你 哈啰大家好 我又回来了 欢迎你回来 我们广告的时候要回来 广告很重要的 有的时候也会在广告时间 听到你的最新的新歌的一些宣传啊 我们才可以知道 最近又换了些什么样子的歌曲 因为真的 手手主导 而且这阵子 你就是以歌手的身份 然后到每一个媒体当中 来分享音乐 但我们当然有很多的问题要问你 OK 好 接下来我们就会有抽抽乐时间 啊 有活动环节是吗 对啊 活动环节 因为通常抽抽乐就是那种 比较尖锐的问题 然后主持人不敢问的话 就会说 我们搜集了大家的这个 其实是自己写的 哎 不是 我们一定要说不是 这样 OK 不会啊 不会害你是根据你的这个专辑 然后做了一些 也贴近的问题 对 有些是快问快答吧 但是我觉得快问快答 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想的 我就觉得好像又漏了一些什么 所以呢 我们让你用抽的 看到字之后呢 继续的延伸这个专辑的概念 好好好 好不好 我们有五个签 五个签都要抽是吧 你愿意也可以啊 但还是我们先抽三个 我抽 我先抽嘛 先抽 你要一个一个来还是一次来 我先看深度 好 你说问题的深度吗 我先试试试试 好 好地好地好地 现在还有什么状态 会让你觉得格格不入 对 因为刚才有说到 其实格格不入 是你跟Andy哥在聊的时候 突然的一个灵光乍蟹 对不对 灵光乍蟹 就被Andy哥捕捉下来之后 成为了专辑好重要的一个 开头嘛 那现在还会有些什么 你会觉得 像当时一样 可以透过学习或突破 现在什么时候 会让我感觉格格不入吗 啊 就刚刚啊 刚没有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害怕 怎么了 就我要自己当DJ啊 很好玩啊 不是很多人喜欢当DJ吗 你说话很棒啊 我觉得你的那些 我 我跟你可以很棒 但是我自己 我就会很尴尬 我没有办法自嗨啊 是哦 对啊 所以我刚刚就觉得 非常格格不入 其实蛮想要 蛮想要在这边 就是直接睡着这样 诶 你睡着也好啊 你不是就是可以透过那个 MV一样啊 人不是不用说话吗 我们就拍着你睡着的那些照片 你的意识 对 我们就可以大气垫波 就传播出去 这是真的 刚刚真的有格格不入的感觉 真的啊 很紧张 然后其实有点不知所措 但你又会知道这是一个过程 嗯哼 就还好的部分是 你知道它会过去 嗯 就是不是说 哦我现在当完DJ 我等一下赶快落跑 对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之后你也会有这样的工作 然后你会慢慢适应 慢慢熟悉 嗯哼 但这个时候 有没有选择 继续坚持就是你了 啊 对 你要用这个格格不入 然后你就放弃了吗 还是 你就继续做下去 嗯 会更好 所以你遇到了一些困难挑战 你是会选择勇于面对 对 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去解决的方式 然后调整到最好的一个状态 嗯 好不会很棒啦 在礼拜六日的时候 是我们的playDJ时段 嗯 你就是我们的playDJ 自己的一个 啊 one main show 自己打来自己的专辑 可以把人生的部分就是先剪掉吗 然后就放音乐就好了 你就说 大家打开的时候就发现到 哎没有陈力农 然后从头到尾就是十二首歌曲 这样子 按着顺序播 你好歹帮我们录个开头吧 嗨 嗨我是陈荣 这里是这个 Power Radio 请听十二首歌 然后就棒 然后就没有了 然后最后面你再来说 拜拜 对 这样也蛮猎奇的 搞不好那一集会不会创下一个全新的 真的吗 KPI的 你愿不愿意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就让你是这样子啊 只有开头跟结尾 下一次再来 开头跟结尾刚刚已经录了 所以等一下请后期的那个工作人员 直接剪就可以了 你很聪明 就是我们可以多多的运用 好 其实每一次哥哥不露的状况 我觉得都是你发觉到自己可以更好 而且更勇于挑战的时候 很棒很棒啊 好 我们会再把这个 陈立荣担任我们Power Radio guest DJ的时段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啊 再来 再抽 怎么样 水温水温如何 刚刚那个没有很烫吧 刚刚那一题 还好 它也像属于岩浆的这个热度 哦 你可以卷起来 这应该是最厉害的了吧 对 这题可以回答一下 还蛮好玩的 你愿意回答吗 对 好 因为我是先看到你之前在那个 嗨室友吗 就是你的泳姿还不错啊 你游泳起来的时候也还蛮帅气的啊 我只有学过 但是我没有专业 可能有的也不好 有的也不远 很快就 但你会游泳吗 应该自己不会腻 腻水 好吧 Andy哥跟陈建州 跳到海里 你会救谁 这是不是很烂的问题 就是这种很烂的问题 才要把它放到里面 这不是主持人想问的 就是我们搜集了大家的 好 我会救谁 其实我应该 就 就是我会先 就是 就是 谁救他们我就 跟着救 没有啦开玩笑的 我原本要说什么 就是 谁敢救他们我就要砸谁 没有啊开玩笑的 我要先救Andy哥啦 对的 因为黑哥比较高嘛 大家都知道 他也很会游泳啊 对啊 黑哥又高又会游泳 就是他 他不太需要我的 帮助 嗯 而且他的 你知道他高又壮 运动员 体重会很重 所以我去救他的话 其实 我是在帮到嘛 陈建州自己加油咯 好 其实这一题我主要还想问的是说 这两位其实又是老板又是哥哥啦 你们之间相处的一个模式 就怎么样 会不一样吗 因为两个老板有的时候 鼓励你的方式或者是 替你加油的方式会不会不一样 因为两个人个性也不太一样啊 嗯 同时又是好大哥跟老板 Andy哥一定比较严格 Andy哥是严格的 严格 他虽然就是很小支 但是他的气场是很大 嗯 大家不要这样看 那黑哥呢 虽然说很高 嗯 但是就会比较peace 就见面的时候 呃你那种 打打打 一定要这样子 对啊 每次都这样子啊 对啊 一定要这样子 所以 哈哈哈哈 两个的风格还是不太一样啦 是 不过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嗯 起到 那黑哥有时候会不会也是免你针 虽然是笑笑的 他也有一些要督促你的力量 就 因为都是为了你好嘛 替你加油打气的时候 加油哦 加油哦 这种的啦 他 他其实 不太给我压力 嗯 对 我觉得他相信我可以做好 嗯 那Andy哥的话呢 Andy哥就是 每次都会 就大吼我的名字 哈哈哈哈 而且他会叫我的绰号 不是联名戴姓说 陈力农这样子吗 对我有绰号 OK 对对对 绰号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好 所以你一听到那个声音 这样子一叫的时候 是不是就像有些办公室的人 在外面如果听到老板 一吼就觉得 你就会感觉他的背上有很多火焰 然后就觉得不妙了 但是好玩的是什么 就是 我又会跟他就是 逗起来 哈哈哈哈 对 对对对 还蛮酷 你感觉到他都已经有火焰了 你还是愿意靠近他嘛 对 就是会跟他逗起来这样 哇 对 好 所以你就知道 怎么样可以让 彼此的气氛 可以更缓和一点 是的 而且但也感受到 两位老板们给你的 一种支持跟鼓励的一个部分 那这也是一路上 我觉得支持你 很大的力量吧 因为你也透过了好多不同的舞台的考验自己 也是过关展向 都会有可能沮丧啦 或者是有的时候难过的时候 肯定会有的 而且这些时候通常在我这样子一直一直走一路走到现在 我会觉得很多时候很多事情 当然身旁的朋友很重要 老板很重要 家人很重要 可以给你鼓励的人很重要 但有时候真的 你去问他们或是跟他们谈 其实你只是想要有一些人可以去出发 听 听你说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你内心早就有答案 只是你要靠你自己想通 那现在这个你难过沮丧的过程呢 你跟他来去聊天 其实只是一种你自己的需求 你早就知道答案了 只是你的那个脑袋里面那条线 到底什么时候跑到100% 然后让你OK想通这样 你真的非常的成熟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们待会交换Line好不好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第一个需要聊天的时候 呼应着你的歌词 因为有好多人其实情绪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不会像你有那么的清晰的思路 清晰的思路去稍微分解拆解自己的情绪 而且知道怎么去 就是你是说他们其实大概知道是怎么一个回事 但是你现在刚才讲的那个部分 你都已经知道自己也许该怎么去处理 会让自己变得更好 很棒啊很棒啊 慢慢慢慢慢慢研究 好你也可以多分享 怎么样其实让自己变得更好 不单单其实说是生活是工作 我相信你的粉丝朋友们也乐于大家一起成长 大家一起成长 一起成长最重要 最棒了最棒了 哎岩浆体你都抽完了耶 那你还要再抽一个吗 还是我们就停在 Andy哥跟黑人的一题 就下面的就会比较 对啊你就已经第二题就已经 下面都很peace 就刚已经魔王了 对啊 那我觉得就OK了 OK了吗 好我们就停在这一个 是是是 这个魔王的部分 该在高峰点这样就可以了 对 我们收在高峰点 是 所以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们会告诉你 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 包括有陈丽龙的签名的 排里德以及后续 因为我看到你有在练团了 哦 一直在 对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好的讯息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话呢 我们听完歌之后 马上回来 透过了一张专辑 我们看到的陈丽龙在挑战自己 从可能是在选秀节目的团圆 然后也演过电影 到现在是歌手 其实真的好年轻哦 你现在二十岁二十岁 那接下来你又想要挑战什么 在你的计划表当中 有没有已经慢慢的自己填上 几个选项了呢 你说 你说在演艺工作当中 对 没有尝试过的 你想要去尝试的 你就觉得 如果挑战他的话 你自己也觉得会很有征服的那种成就感的部分 你有一些list了吗 其实应该这样说我 虽然说我会还蛮希望自己 可以多方面去尝试 但其实老实说 现在我好像已经做过蛮多事情 比方说唱歌啊 演戏啊 做舞台啊 这些你都做过 那目前的我还没有想要再去做创新 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把这些东西 先做得更好 嗯 就是在这 这个位置 不是这个位置 这个方向已经有了一个位置 我才觉得我可以再去做下一个东西 嗯 就是你要先把本 本顾好嘛 然后你再去做你自己有兴趣 有喜欢的事情 嗯 对啊 当你就了解到这些的可能表演工作 他们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 你就可以继续的琢磨 嗯 然后把它们发挥的更好 对对对对 那会想创作吗 因为这一次你有写了一些部分 但接下来不管是写词或是写曲 嗯当然当然 我会一定会想要有自己的这个音乐啊 嗯 或者是说自己的的曲啊之类的 那这个只能说就是一步一步来 不能不能急 嗯 原因是因为为什么哥哥不入会做了一年多 就应该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 我自己本身跟老板或者说工作人员的一个共同点 就是嗯不会赶压着上架 嗯 对所以一个东西做到好 然后拿出来给大家体面 这样才是最重要的 但你平时现在都会有一些记录了吗 因为有好多的创作者其实 嗯是当生活有一些想法 或是有一些旋律的时候 赶快先把它写下来或留下来 会会会慢慢给自己这样的一个 也一个作业 嗯 对那这种感觉其实还还挺好 嗯就是这些东西其实你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会拿出来用 但它就是在你的备忘录里面 对 或者是那个可以打字的那个里面 嗯 比如说我是语音嘛 嗯 比如说我是打字这样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翻出来 但有一天它可能东西这样偏偏凑凑 它就变成一个真的变成一个曲子 可能多年之后某些的片段的字句 你都忘记了耶 可是在对的时间 它如果浮出来的话 真的 它就会变成你的一首新歌也不一定耶 因为它就是你自己啊 对 所以就是不要错过每一个灵感来敲门的时候 灵光乍现的时候 灵光乍现的时候 所以发现一系列 你有好多的灵光乍现或是那一种 你就觉得谭敏出现的时候 它就变成你的专辑的抬头 就变成了你的歌曲 你还蛮多这样子的一个好像魔幻时刻耶 应该是说 歌手或音乐人通常很吃这个灵感 很吃这个灵感 就我有听听一些音乐朋友他们会说 在做音乐的时候 反而不是那个让你思考很久一直改改改 编曲一直不停不停改的那种音乐 它不一定是最好的 而是你灵光乍现之后 啊 啊好顺哦 一笔这样写下来很顺的东西 它会是他感觉最喜欢的 就是那个感觉对了 所有的周边的磁场或对的话 它就是一种宣泄 就宣泄就出来了 一宣泄就是最棒的 然后让它记录下来就更多作品 刚才提到了 恋团恋团 都看到你在你的社群的网站当中 就看到在恋团了 那我们可以期待到有机会可以 听你唱歌了对不对 有在一直在筹备 但是希望等这个疫情会更平稳一些 呃对就是最近一直在恋团嘛 那就是为了这个 这个可以说的吧 啊对对 因为因为之后会有这个专辑的 专辑的这个巡演 嗯 那还有说这个生日会 那都是为了这个 这个东西在做准备 是 但是之前一定要大量的 的 嗯 那 先练着来 对对对 就像练兵一样 因为在那天记者会 我们看到桑林哥也帮你画上了 全球的地图 嗯 你的一个世界的巡演 对对对 我们要启动 要插旗在每一个 有喜欢你的歌迷的城市当中 对有朝一日 希望自己真的可以到达 那个位置啊 做这个世界的巡演 嗯 太棒了 所以像是练着来 是的 让自己熟悉着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所以当机会来的时候 哎 就是给准备好的人啊 嗯 就是这样子 嗯 就是这样子的 好 但我们不介意你三步时 可能不小心手滑 多放几个片段给我们看看 你在练团的时候 那些歌曲啊 或者是那些 不行啊 真的吗 不行啊 拜托手滑一下啦 我们不要只看那些黑白的照片 我们好期待你有更多的个人的舞台会出现 会啦会啦 希望有惊喜感 有惊喜感 所以所有你的相关的讯息 我相信第一时刻都在透过你的各个的啊 网络的平台当中 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来追踪 也可以来知道你近期的动向 嗯 对不对 那这一阵子呢 就先听着你的首张专辑 哎 台下的朋友们也是要把歌练好嘛 对不对 练手的时候才有机会跟着你 啊 对 到处去唱哦 一些口号啊 对啊 对 你会分台下的我们唱吧 还是你就 不管我们了 就是你就 从我唱到尾了 台下的 会啊会啊 就是还是要分一下 对不对 是哦 当麦克风 对 你知道有时候分 分给台下的其实其实不是为了互动 是为了休息 哈哈哈哈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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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你的粉丝朋友们 对 这个喜欢一个在朋友的空间 不是啦对啦对啦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但他就那么可爱哦 就常常会跟大家 但我相信你的粉丝们 弄他们也都知道这样子的一些 小幽默 属于在跟你的一种互动 不管是表演的舞台 还是你的那些文字当中 轻松啦轻松 轻松 轻松自如 嗯对 好所以记得咯 把歌练好 当他把麦克风递给你们的时候 就要大声唱哦 好不好 好所以今天非常谢谢 陈丽龙来到我们的节目 也期待你 诶 可以啦 你再来一次那个guest DJ啦 就像你说的一样 你就可以突破格格不入的感觉 再来一次 好 我第二张专辑出来的时候 再来 回来让你DJ 啊需要我在旁边这样陪着你吗 不用啦 第二张不用了啦 可以了 我可以陪在旁边不说话 你还是可以 不是你可以 你可以就是在旁边给我一些建议 哦 可以说什么 好 因为我会不知道可以说什么 了解 就是其实应该不是说我不知道可以说什么 而是在坐下去只有面对自己的时候 那些灵感出不来 哦 我知道了 我就坐在你的对面 让你借视线 你就觉得是有在跟一个人说话 对 你就在对面问我问题 但是我不会帮你的声音收进去 好的 我们就相约第二张的时候就这么剪 是的 谢谢君翔哥 但是现在呢 就先熟悉他的第一张专辑 而且是全亚洲全球 因为透过数位同步上线 听到陈丽龙的新歌 谢谢你今天啦 下次见啦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